大家好,欢迎走进风的说体育 这期我们来聊一下任俊飞 任俊飞最近的状态确实是非常的不好 在广东南南最近的八场比赛中 任俊飞只上场了五场比赛 另外三场比赛被杜峰直接弃用 作为广东南南唯一的鼎心获得者 确实任俊飞的薪资非常高 但是场上的贡献来说 确实是配不上目前的鼎心 但是呢,我觉得季后赛才是任俊飞发挥的舞台 季后赛就是老将的季后赛 谁拥有更多的老将 谁就将拥有更多的季后赛经验 这个季后赛并不是靠打打杀杀 而得来的老将的经验 要比完全的激烈拼杀更加重要 所以任俊飞或许是在给季后赛蓄力 其实任俊飞我个人感觉 虽然年龄有些大,33岁 但是他在篮下的一些基冷宫还在 他在篮下的一些个人得分的手段还在 只是最近可能是受到一些网络上的一些攻击 自己的心态受了一定的影响 希望现在距离广东南南下一场季后赛 还有10天左右的时间 这个时间对于任俊飞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 希望任俊飞不要管网络上这些对于他的抨击 要继续保持好自己的自信 任俊飞多年来是作为一剑联的最好的搭档出现的 他和一剑联的配合可以说是天衣无分 但是这个赛季确实感觉到任俊飞不像以前那么勇猛了 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他身上背的压力太大 800万的顶星 再加上现在的贡献和收入不成正比 很多球迷都是有一些对他反感 所以任俊飞目前的状态是一落千丈 但是我相信在季后赛时任俊飞会勇敢的站出来 我记得几年以前的总决赛 任俊飞的篮板能力 在篮下的侧应能力 可以说是处处发光 我觉得现在任俊飞依然具备那样的实力 在季后赛时我们等着瞧 看看任俊飞这名老将到底油箱里面还有多少油 好了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